能简单介绍一下许医生这个角色吗 许医生那个角色其实他是一个智商跟情商都很高 而且情话连拼的一个脑科主治医生 但是我觉得他更具有特色的是 他在追求他喜欢的另外一半的过程当中 说的那些很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那些情话 拍摄间隙会怎样放松自己呢 其实拍摄的时候可放松的空间比较少 所以比我来讲的话比较多的是买买鞋子听听歌 然后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去找一下附近有没有卡丁车厂 这样的话就做一些这方面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放松 那跟大家分享一首最近最喜欢听的歌 最近确实除了当然除了救救人的之外呀 最喜欢的一首就是我们这部剧 我有特殊公众技巧里面的一首插曲 叫做我们终于相干了 这首歌也是然后放着起一场 然后当时听到了想要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 你自己能哼一段吗 如果我们终于相爱 直到最后值得期待 你会明白这是多么久的未来 还唱一唱会低了一些 2020快结束了 分享一下这一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我个人最深刻的就是有四部剧 有四个不同的角色跟大家见面 然后每一个角色都反差都有 而且都比较大 而且大家都挺喜欢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你是很熟悉半圈的网络用语吗 我是那种十二五级十二二级的 可能有些常见到的可能会熟悉一些 比如说BLX知道是什么吗 玻璃心 对 VQSG知道 这个知道这个真情实的 对对对 但有一些特别 那个就是很复杂的呀 或者是不常见的 我就觉得 然后就会去百度一下搜索一下 大家都说许医生妙人于无形 是恋爱哲学家 能现场重现一段台词吗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不是偏偏视频 是非你不可 好 那镜可会被咬到 那你觉得本人是在哲学家吗 一点都不是 都是那种很属于很直男的那种 然后不太会受什么剥夺的情况 然后因为这方面知识储备比较少 但反而通过拍这些剧的话 跟着这些角色 保护一下撩人不自知的张老师 也会突出一些真心识感的情况 再包括像许医生这种 直接可以说出来很多情话的 根据这两个角色 我自己也是十高类型 那你觉得自己跟许医生最像的地方是吗 兴趣和爱好 因为在演的时候 这个兴趣和爱好 完全我是根据自身去说的 但是考虑到里面 包括我们有一些机械呀 包括有一些 可能他会更喜欢机械运动一些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最喜欢的自拍姿势 我是觉得自拍姿势很少 所以大家要求要看自拍的时候 我就是相当于是比较抗拒 而且会有比较多的身体直男的角度 包括像有时候 比如说这个是手机的话 可能是这种姿势 然后要不就是剪刀手 或者嘟嘟嘴 所以在完美里面可能有那个味姜汤那个巧的 正好戴着眼镜 然后又堵起了嘴的那个 吓一声的一个反应 没想到大家觉得还不错 表情抱着大声了 可以透露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吗 因为马上就到年底了 所以马上要进组的话 今年的春节 一直到三月份 可能那段时间都会在剧组里面密集的去拍摄 当然我记得从2020年的年初的时候 就一直在说有这个单曲的计划 然后我会更新秀的那个合作 所以现在歌空喊一下新秀啊 不知道这一年的时间 有没有把那首其哈风格的歌曲做出来 对我觉得你们家要抓点紧啊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计划可能要泡汤啊 快门快门 假在家还是出去玩 假在家 咖啡还是先来唱 咖啡 球鞋还是皮鞋 球鞋 早起还是外床 早起 你觉得自己哪里最帅 哪里不帅 哈哈哈哈 没没 最帅的可能是眼睛和鼻子吧 出门一定要带的三样东西 身份证 还有口罩 手机 如果中一千万最想做的事情 买个大别野 最想拥有的超能力 就是可以不用摇号就可以重签 最近的口头砍 需要啥 行不行 好不好 可以吗 最后一句话安理一下许一生这个角色 就是不看你会后悔 看你会上演 记得多多支持 我有特殊沟通技巧 这是黑化之后的曲折 他可能还会再摆过来 所以一定会给你最大的惊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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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